航班禁酒与否 我还是非常的坚持认为 这是商业的决定 不应该由宗教来做裁判 不应该由宗教来做裁决 它不适合以宗教的名誉进行干预 如果硬硬的把宗教的元素插入在里头 介入而且政府强行干预的话 可能会赔上大马航空业的发展潜能 那么过去马来西亚的航空业 其实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的KIA在1997年启用的时候 在区域上是顶瓜瓜是No.1 No.2 是有的牌的 那么马航过去的表现也频频获得大奖 频频获得很好的口碑 那么现在我们对比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新航的表现肯定超越马航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新加坡的张宇国际机场 张宇Airport 明显的比我们的KIA 更加的 我不想长它的志气灭自己威风 我不要用那个字 ok 就是新加坡的张宇机场比吉隆坡国际机场更加先进 ok 新加坡张宇Airport的这个 Terminal 1 Terminal 2 Terminal 3 Terminal 4 ok 那么都非常的进去的话很有时代感很有摩登感 那么再看回我们马来西亚的KIA 连那个AeroTrend都还没有处理好 那么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航空领域上竞争 我们是落后的 那么如果现在政府还因为这一些宗教的因素去强行介入的话 那么赔上的不仅仅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航空业的发展 也包括了大马过去所累积的那些多元中庸包容的国际形象 尽管这些形象已经在绿潮来临的时候呢 被慢慢的侵蚀掉了 那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在这个课题上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首相署掌管伊斯兰事务的这个首相署 在这个课题上似乎他们的立场盖过了 原本应该要在这个课题上采取主动的交通部 那么其实这个课题是属于交通部的权限范围 它并不属于首相署 不属于这个首相署伊斯兰事务部的这个权限范围 但是当宗教的影响力无限扩大的时候呢 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宗教扯上关系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便利店卖酒 其实便利店卖酒 它的这个要不要以vending machine 以贩卖机来取代 其实这个东西跟首相署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可以说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呢是跟地方政府 以及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有关系 它跟首相署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 你唯一能够划上那条线的呢就是宗教罢了咯 那么同样的飞机航班 要不要敬酒 跟首相署伊斯兰事务部也没有关系啊 这个是交通部的 那么陆兆福就应该站出来 在这个课题上要有一个态度 要有一个说法 否则的话呢一旦这个门一打开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一些开罗里的 ok有送酒的 有包装酒的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餐馆 那些俱乐部 高尔夫丘长 总之能够碰到酒的 是不是说穆斯林全部都不能够碰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够让穆斯林就职的岗位 可能就会减少了 ok 那么一减少的话 对穆斯林来说 他们的工作机会也会随之减少 飞机航班 ok 要不要敬酒 跟首相署伊斯兰事务部 也没有关系啊 这个是交通部的 那么 陆兆福就应该站出来 在这个课题上 要有一个态度 要有一个说法 否则的话呢 一旦这个门一打开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一些开罗里的 ok 有送酒的 有包装酒的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餐馆 那些俱乐部 高尔夫 丘长 总之能够碰到酒的 是不是说 穆斯林全部都不能够碰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够让穆斯林就职的岗位 可能就会减少了 ok 那么一减少的话 对穆斯林来说 他们的工作机会也会随之减少 那么我们来看看呢 如果这个东西出现的话 我们的情况会怎样 我们来看看邻国 邻国印尼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 最多的这个国家 印尼的总人口呢 差不多有整2亿 ok 印尼的总人口有2亿 穆斯林呢 就占了差不多95% 非常多是超过90%的2亿人 是穆斯林 所以印尼的各行各业 都是由穆斯林来担任 大部分的这个劳力 ok 那么他们对这些宗教的违禁品啊 或者是宗教上不能够碰触的 这些产品 他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这一点印尼的例子可以成为我们参考的版本 那么如果在工作上 必不得已要去接触的话呢 就是接触 但不去尝试它 ok 就是你可以碰 但是你不要去打开来 你不要去拿来吃啊 还是拿来用啊 还是之类的东西 ok 所以在印尼的这些酒庄啊 在印尼的这些俱乐部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穆斯林 也同样从事这一方面的这个工作 那么如果这些领域都不能够有穆斯林在那边工作的话呢 那么它会带来就业的挑战 ok 那么印尼的情况也说明了 这个国家在这个课题上 他们是相对的明智 相对的理性 也相对的包容 那么也不会妨碍他们的国家成长 国家的经济成长 那么回到来 马来西亚的这些空服人员 那么如果是因为穆斯林 因为宗教的原因的话 其实这个课题可以很简单的去解决 你就从人力安排的这个角度 就由每一家航空公司的这个人力安排的这个角度 处理就好了 ok 那么如果穆斯林真的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不愿意去提供酒类的话 那么就安排非穆斯林去准备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你要斩脚趾来避杀虫呢 ok 为什么要这么勒悲 ok 那么你就安排非穆斯林去进行提供酒类 serve酒类的这个工作就可以了 这些是很小的这个事情 工作上的安排 而不是因为 哦 这个东西你安排不到 所以你要所有的这个航班 你都要进酒 这也说不过去 你要马航进酒 那么 马航的我相信 如果马航进酒的话 他的这个 乘客量应该会有受到冲击 应该会受到影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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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